各位热爱音乐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冰咖啡 欢迎来到流行音乐和声学教程 这个教程是流行音乐和声学教程的第八期 也就是在基础篇四篇以后的扩展篇里面的第四篇 在扩展篇的前面 我们主要向大家介绍了和弦的纵向替换法 那么从这个教程第八期开始 我们就要向大家来讲述流行音乐和声学的 另外一种和声替换方法 和声的高级课题 也就是横向和声横向扩展 也就是它的全称是叫做和弦续径横向扩展法 那么在讲这个续径横向扩展法之前 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叫做横向扩展 横向扩展它与纵向扩展不同 纵向扩展是在纵向上将和弦 比方说两个和弦的进行AB 将B代替以C形成AC 实际上还是两个和弦 只不过B被C代替了 这个就叫做纵向扩展 那么横向扩展并不是把C代替B 而是在AB之间插入两个和弦 构成横向长度上的扩展 比方说在AB之间插入另外两个和弦C1 C2 这就构成AC1C2B的进行 那么A和B称作骨干和弦 插入的两个和弦C1C2 就叫做辅助性和弦 那么大家可能要问了 那么你这样的一个横向扩展 是凭什么而来呢 那么就是横向扩展的由来 横向扩展的由来 实际上跟文学作品里面有些相似 文学作品的句子 它都是在基本的句型 加上修饰成分来构成语言文学的 比方说这样一个句子 我吃饭 很简单的一个句子 那么如果我们加上修饰成分 就可以变成 我在吃非常好吃的早饭 那么非常好吃的早 这些就构成了修饰成分 使整个句子变长 这就是横向扩展 文学上的横向扩展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基本和声 基本和声的框架的基础上 加上修饰和声 这样构成横向扩展 来构成和声的艺术 这个也是有它的艺术准则的 所以说横向扩展并不是凭空而来的 跟纵向扩展一样 纵向扩展一样 纵向扩展 我们再也举一个语言文学的例子 比方说我在吃饭 那么我把吃饭改为用餐 我在用餐 意思一样 但是词语换了 再改我在用善 用善又是一个另外一种说法 所以说纵向就是把原来的说法 代替新的说法 而横向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 加上修饰成分来构成句子 常用的横向扩展有哪些呢 一共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通过外音和弦 第二种是通过副调和弦 那么我们这个教程的第八级 主要是向大家介绍通过外音和弦 这样一种方法 通过外音和弦 它是一个整体的说法 实际上它有很多种说法 通过外音和弦扩展 它有这样三种 这个白色大字这里的 第一种叫做简单的经过和弦 第二种叫做简单的零音和弦 第三种叫做简单的乙音和弦 经过和弦 比方说我们用音界来说话 看低音 那么二三进行到一 三二一 这里的二呢 就是一个经过和弦 三进行到二进行到一 可以这样认为 就是三到一的进行经过了二 所以说二叫做一个经过和弦 零音和弦呢 零音和弦就是与它相邻的 那个和弦 叫做零音和弦 比方说三二三 这样构成的一个二呢 就叫做零音和弦 或者说三一三 这里的一呢 也构成了一个零音和弦 最后的简单的乙音和弦呢 比方说五到一的进行 那么在一前面插入一个降二级 降二级呢 跟一级就构成了一个半音的乙音关系 降二级就叫做乙音和弦 这是三大三种方法构成和弦外音 那么这里呢 我们在第一讲里面呢 首先向大家介绍简单的经过和弦 其中在简单的经过和弦里面呢 又有这么几种 第一种呢叫做自然经过和弦 自然也就是不含有变化音的和弦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变化音经过和弦 就是包含有变化音 那么也就是包含有半音关系 有半音进行在里面的经过和弦 下面我们一个个的来看 简单的经过和弦里面 第一种自然经过和弦 自然经过和弦呢 它里面又分好几种 首先我们来看 由反向声部进行所构成的 首先是一个和弦自行扩展 这里面呢 我们举了三个例子啊 这一行里面包含三个例子 一个和弦 一个主和弦 自行扩展 那么我们可以看 主和弦到属和弦 再到主和弦 这里的一个属和弦呢 就构成了一个自然经过和弦 为什么说它是自然经过和弦呢 是由它的音决定的 看这里的C音 1进行到2 进行到3 这是一个向上 再看低音 3进行到2 进行到1 这是一个向下 所以说一个声部向上 一个声部向下 这就构成了反向声部 由反向声部呢 就构成了这样一个进行 叫做 一主和弦的六和弦 转位 到鼠和弦的四六和弦 转位 三和弦的转位 再到我们的主和弦的原位 原位 所以说 在这样一个声部进行的基础上呢 我们称这里的 鼠四六和弦 叫做反向声部进行的经过和弦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再来看这里 一二三向上 三二一向下 只不过中间呢 改了 改成一个导七和弦 七级和弦 这里呢 是采用的六和弦 第一转位的形式 七和弦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说 这里的七级和弦 是在反向声部进行的基础上的 经过和弦 它同样也是一级和弦的字形扩展 再看最后一个 是一级到二级 再到一级 同样 外声部 一二三 三二一 构成了反向声部 我们说 这里的二级原位和弦 是反向声部基础上的经过和弦 那么这里呢 我们举的目标和弦呢 是同一个和弦 主和弦 看这里由 组圆形框框起来的 都是目标和弦 而插入的和弦呢 叫做辅助性和弦 我们前面也讲过 在这里 在主干和弦中间 插入辅助性和弦 所以说 这些都是主干 骨干和弦 这些没有用组圆标起来的 叫做辅助性和弦 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骨干和弦 为同一个和弦 那么我们来看 第二个例子 骨干和弦为不同的和弦 这个例子就是 主和弦进行到属和弦 那么在中间 我们插入了这样三个和弦 第一是属和弦的第一转位 然后是六级和弦 接着是四级和弦的第一转位 同样看声部 同样看声部 一二三四五 急进向上 再看低音 一七六六五 向下 向下急进 这样呢 也构成了一个反向声部 反向声部 那么我们可以说 这里的三个和弦 V6 六级 以及这里的下属转位和弦 构成了反向声部进行的自然经过和弦 这里的骨干和弦是主和弦和鼠和弦 辅助性和弦是鼠和弦的第一转位 下属和弦的第一转位 以及六级和弦 好 这是由反向声部进行构成的 那么还可以由同向声部进行构成 比方说我们这里 两个和弦插入扩展 骨干和弦是四级和二级 那么中间插入了一个自然经过和弦 三级 就构成了四三二的一个平行进行 看这里 高音四三二 低音四三二 这就是同向声部的进行 再来看这里 这里也比较简单 骨干和弦四级还是四级到二级 中间插入了两个和弦 一个是六级和弦七和弦 一个是三级和弦 那么这个是四级和弦的七和弦 那么我们来看这里 高音四三三二 四四三二 这里也构成了一个同向进行向下 再来看第三个 这里骨干和弦还是没有变 中间插入的和弦却变了 这里变成三级 这里变成三级七和弦 四三二二 四三三三二 仍然是同向声部的进行 好 再来看下面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骨干和弦是主和弦和下属和弦 中间插入了一个二级和三级 构成了一个一一二三四的一个平行进行 那么我们来看这里 这里高音一二三四 低音一二三四 构成了一个同向进行 同向进行 一二三四的平行进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一首歌曲《故乡的云》 那么我们现在听一下 好 首先呢 这是一个D大调的 那么从主和弦开始 主和弦下面 这个和弦怎么配呢 我们来看和弦音 这里是三 这里是六 那么很明显 这里还有个一 很明显 六升一三 那么六升一三呢 正好是属和弦 于是构成了一级到属和弦 再来看这里 二 七 那么很明显 应该配七二升四 这样一个和弦 这个和弦呢 就是六级和弦 好 六级和弦 再来看下面的和弦 这个地方 有六 升四 和这里的三 那么很明显 这里构成了一个七和弦 升四 六 升一 三 那么这地方应该配升四 配上升四以后 这里就是一个三级 所以说前四个小节都是比较好配的和弦 和弦 构成了一 主 一 主和弦到属和弦 到六级 再到三级 这样一个和弦 再来看下面 下面呢 我们推荐大家倒过来配 先看这里 这里呢 很明显是一个半中指 逗号 有进行下去的要求 所以说这里应该配上一个数和弦 数和弦 就是六 升一 三 数前面呢 根据五度关系 五级 向上五度 应该是二级 所以这里配上二级和弦 这里配二级和弦 二级和弦是什么呢 是三 五 七 二级 三 五 七 再来看前面 六 升四 好 这里应该配上 升四 六 升一 三 升四 六 升一 三 也比较好配 那么这里是二 这里是三 这地方配什么呢 如果我们看和弦音 这里是二 这里是七 很容易就以为 这里配七 二 升四 实际上不对 这里呢 应该配上 五 七 二 往下 五 七 二 那么为什么不配七 二 升四呢 因为这里 就是牵扯到了我们前面讲的自然经过和弦 这地方是二级 这地方是三级 这里是骨干和弦 这里也是骨干和弦 中间的三级是经过的辅助性和弦 那么很显然 在二级三级前面是什么呢 很显然是四级和弦 四 三 二 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进行 四三二 我们看低音 四 五 三 升四 二 三 这样呢 中间的这个三呢 三级和弦 才构成一个经过性质的和弦 所以说这里应该配四级 配四级呢 就是五 七 二 而不是我们 按照和弦音所看的 七 二 升四 这个例子 所以说整个这个例子呢 只要抓住我们经过性质的和弦 低音呢 还是挺好配的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其实也不复杂 我们先来听一下 好 这里呢 一上来就是一个中指式 四级到数到一的一个完全中指 四级到数到主 完全中指 那么我们继续往后看 这里 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A大调的 好 A大调 那么到这里 下属 从这里开始 我们再来看 这个地方呢 就构成了我们的经过性质的和弦低音 我们把低音写下来 2 这里 2 升1 7 6 在这里 骨干音呢 骨干和弦是这里的2和6 那么为什么说骨干和弦是这里的2和6呢 因为这里二级是下属 6呢 是主和弦 下属和弦和主和弦是骨干和弦 是骨干和弦 那么我们这里是怎么想到这里配的呢 实际上我们在听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的听出来 这里有一个主和弦的中指 主和弦的中指 这里呢 配上我们下属和弦 2 升4 6 2 升4 6 那么 确定完这里的下属和主和弦 中间呢 根据我们经过性质的来填空 填空 这里是2 这里是6 按照经过性质很明显这里差两个和弦 一个是升1 一个是7 那么就构成一个向下的极境 经过的性质的和弦 所以说这里我们填上升C 3 5 7 这里填上7 2 升4 6 7 2 升4 6 那么这样呢 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然经过和弦 下面呢 就是比较简单了 五度关系链 五度关系链 这里是六级 右级到三级 三级 那么三级 下面一个 这里呢 是数和弦 这里是数和弦 这里呢 是二级和弦 二级和弦 这里呢 是数和弦 这里呢 是主和弦 那么就构成了一个 6251的这样一个进行 6251这样一个进行 五度关系链 那么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例子 实际上我们在流行音乐和声与会里面呢 也提到过这个进行 四个和声的进行 4321是非常常用的 实际上4321呢 就构成了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自然经过和弦 骨干和弦是4和1 辅助性和弦是3和2 3和2 1234 4321 后面的是五度 五度关系 6251 非常简单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曲子比较有名 我们来听一下 行吗 这个曲子比较有名 好 前面呢都比较简单 这里呢我们配上 六级 这个呢是C大调的 那么我们这里配上六级 六级这里配上一级 那么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呢 都是下属 变革进行 下属到主和弦的一个进行 四级到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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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下属和弦 进行到主和弦的进行 我们只要抓住这一点呢 就可以把这里的小节 都配上和弦 那么再到这里 再到这里 这个地方又是六级 后面呢就构成了一个 五度关系 六级到二级 二级到属和弦 属和弦后面呢 应该是主和弦在这里 但是这里却没有配上主和弦 那么这里配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低音这里 我们把低音写出来 六级到二级 二级到五级 五级本来应该到一级 但是我们在中间 插入了经过性质的和弦 骨干音是五和一 那么下行插入经过性质的和弦 必然就是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五四三二一 于是和弦就这样配 在五级属和弦后面 配上四级 再配上三级 再配上二级 最后到一级 但是要注意这里 有个和弦节奏的问题 既然前面是属和弦 这里是主和弦 那么四三二 只能放入一个小节里面 所以只能压缩进 这样一个小节 压缩在一个小节里面 四三二 最后再进行到主和弦 这里构成的一个四三二一 你看又是四三二一 就构成了一个叫做阻碍中止的一个 阻碍中止 本来这里应该是主和弦了 因为前面是属和弦 但是这里的四三二 代替主和弦先行出现 构成了阻碍中止 构成了一个辅助性质的经过和弦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个你的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这样一首歌曲 好 那么我们首先明确 明确这个调性 它是A大调的 A大调 这里呢 从A大调开始 这是一级 一级 这里是二级 这里是三级 这里是四级 一二三四 那么我们在流行音乐 和声语汇里面 也讲过这样一种进行 一二三四的进行 一二三四的进行 那么骨干音是一级和四级 经过性质的音 必然是二级和三级 构成一个一二三四的进行 所以这里我们配上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好 四级 后面呢是二级 到这里是数和弦 这里又是主和弦 那么这里有一个半中止 这里配上数和弦 这里必然配上二级和弦 根据五度关系 所以这就构成了 一二三四二五一 在这里 二五一 然后呢这里呢 六级 六级到四级 后面呢这是一个 完全中止的进行 四级到五级 四级到五级 然后再到主和弦 四五一 前面呢配上六级和弦 实际上构成了一个 一六四五一 的一个非常常见的 一个进行 一六四五 这个大家一定都很熟悉 一六四五 所以这里构成了一个 一六四五一的一个 中止式 中止式 所以这里的和弦 也比较好配 我们不用看弦律 只根据和弦的逻辑呢 就可以把这里的音 给配出来 给配出来 主要想让大家看的是 这里的一个经过的进行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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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根音二度连续进行 我们在流行音乐 和声语会里面 经常向大家强调的 根音二度连续进行 一二三四啊 包括这里的 四三二一啊 包括这里的四三二一啊 包括这里的这个 四三二呀 等等都是根音二度连续进行 所以说自然经过和弦的 它的本质呢 就是根音二度连续进行 好 那么我们 再看 这个例子呢 就不一样了 前面呢 我们讲的都是 这种 自然经过和弦 由反向声部构成的 以及由同向声部构成的 那么这里呢 像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同向 这个呢 是由同向声部构成 这个也是同向声部 这个呢 同向声部构成 同向声部 这个呢 就是以 斜向声部构成的 斜向声部构成的 那么我们呢 先来听一下这个例子 和弦的声部构成的 和弦的声部构成的 这首曲子呢 是比较抒情的浪漫的乐曲 浪漫的乐曲 主要向大家介绍的呢 是这样一种斜向进行 我们看这个缩列图 前面呢都是 数和弦 数和弦 这里呢有一个低音F 降B大调 低音F是数音 数音 实际上前面呢 这里固定低音呢 也是一个数音 只是没有标出来 那么我们看这里的缩列图 看的比较仔细一点 这里有个数音 一直贯穿到这里 前一二三四四小节 一直贯穿到这个数音 数音是不动的 上方声部呢 向下构成了一个斜向进行 上方声部 其实它的结构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往下平移二度 往下平移二度 再平移二度 骨盖音呢 是这里的长音 这里的两个长音 负点音负的音 这是一个骨盖音 这是一个骨盖音 前面三个是辅助的经过音 这里三个也是辅助的经过音 和弦的性质都是一样 只不过着次往下下移二度 这样构成 所以说这个例子呢 也比较简单 数和弦后面是主和弦 延长 这里是主七和弦 主七和弦 一直到这里 这里出现了一个变化音 这个变化音呢 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叫零音和弦 骨盖和弦是这里的C C二级音 二级和弦 那么这里的降低呢 降三级呢 就构成了一个 C音的一个零音和弦 小二度关系 解决到这里的C音 那么这里 降二级 跟这里的还原三 构成了一个小三度 这里呢 实际上构成了一个 减七和弦 好 这里呢 然后 后面解决到这里 二级和弦 七和弦 二级七和弦 零音和弦 主要向大家介绍 这里的一个斜向进行 斜向进行的本质呢 是固定低音 低音固定着上方声部进行 然后呢 第二部分呢 我们就向大家介绍 变化经过和弦 那么变化经过和弦呢 它是有变化音的 它有这么几种 我来看 骨干和弦呢 是一级和二级 一级和二级 那么我们看 如果这里是 按照斑音进行 二级目标 那么由降B进行到A 由升C进行到D 这个和弦是个减七和弦 大家应该反应过来 这是个减七和弦 这是升一级的减七和弦 这是第一种 主和弦进行到 升一级减七和弦 进行到二级和弦 这呢又是一种 这是降三级的减七和弦 降三升四AC 由于时间关系呢 这里的升部进行呢 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 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里降E进行到D 升F进行到还原F 这里呢是降三级的减七和弦 这是第二种 然后呢目标和弦换了 是主和弦和鼠和弦的 鼠七和弦的转位 主和弦和鼠七和弦的转位 那么第一种呢 还是升一级减三和弦 减七和弦 第二种是降三级 减三和弦 记住这里的公式 那么第三种呢 目标和弦又换了 换成下属四级和鼠和弦 都是原位 那么这时候呢 它的辅助性和弦 只有一种 是升四级减七和弦 实际上升四级减七和弦 和降三级减七和弦 是同一个和弦 大家应该可以发现 那么记住这里的公式呢 我们就可以运用进我们的 变化经过和弦 运用进我们的实际的写作当中去 比方说我们这个例子 祝福 这是一个F大调 F是组和弦主音 那么我们反过来配 这里是组和弦 组和弦前面是数和弦 数和弦前面是二级和弦 根据五度关系 二级和弦 那么这前面呢 还是二级到数和弦的反复 25251 所以这里呢都一块搞定 25251 那么只剩下上面 上面一开始呢 主和弦好配 那么这里配什么和弦呢 以及这里配什么和弦 那么根据我们确定下来 这个地方呢 是主和弦 这个地方是二级和弦 那么中间 根据我们刚才讲的这里变化音啊 一级进行到二级 可以配降三级 也可以配升一级 那么这里呢 我们配上升一级 因为配升一级呢 低音部分有个比较明显的低音进行 F 升F G 有个明显的低音的进行 所以这里我们配升一级 那么F 这里有个降三 构成一个减七和弦 注意减七和弦的结构啊 一定要记住 减七和弦呢 按道理呢 它是没有调性的 它减七和弦呢 只有这么几种 记住了就可以 升F 音阶上的减七和弦 就是升F 六 一 降三 构成了一个 升一级减七和弦 所以前面呢 就构成了一个 一级和弦 进行到 升一级减七和弦 解决到 二级和弦 骨盖音 一级和二级 辅助音 升一级减七和弦 好 那么大家应该可以体会出来啊 也就是下面这个例子 框起来在这里 大家应该体会出来 这里的变化音呢 是非常有特色的 我们再听一遍这里的变化音 一级 升一级 二级 好 我们再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也是我们前面讲的 变化经过和弦的一种应用 好 同样是F大调 F大调啊 后面这里呢 都是组和弦 组和弦 组和弦 这里的这个降三呢 是降七级难调音 绝世里面的降七级难调音 并不是什么变化音和弦 和弦呢 都是组和弦 保持一种静止 静止的状态 组和弦前面呢 是鼠和弦 这里鼠和弦 一 三 七和弦 这里构成一个七和弦 那么着重看前面 前面这里一开始呢 还是一个组和弦 这里组和弦 那么后面这里呢 配上一个鼠和弦 配上鼠和弦 一 三 降七 构成一个七和弦 但是这里是转位 为什么配转位呢 实际上也是应用了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一级到升一级 减七和弦 到我们的鼠七和弦的转位 这样配呢 低音声部 就有一个明显的进行 F到升F到G 这样一种进行 F升FG 同样是有个明显的低音 半音进行 这样呢 就运用了我们前面讲的 一级到升一级减七 到数和弦 数七和弦 目标音是这里的 一级和数和弦 一到升一级减七 到数 再到升一级减七 在这里重复一次 再到数 再到数 重复 这里重复了一次 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里 着重体会这里的 变化的经过和弦 升一级减七和弦 解决到数七和弦 转位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首先是自然经过和弦 自然经过和弦 它的本质呢 我们前面讲过 是根音或者是低音的 连续二度进行 比方说 四三二一 连续二度 或者四三二 连续二度 或者一二三四 连续二度上行 这是同向的 还有是斜向的 斜向的呢 它的本质就是固定低音 主音啊 或者鼠音啊 固定不动 上方升部呢 和弦进行运动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斜向 固定低音 那么变化经过和弦的本质呢 它有这么几条 首先就是根音的半音线性进行 比方说我们前面讲的 一级进行到升一级 进行到二级 这里就有一个根音的半音进行 这个呢 正因为有着根音的半音进行 所以这种进行是用的比较多的 我们举的例子呢 也是这些例子用的比较多的 第二点呢 就是内声部的半音进行 内声部 不再是低音声部呢 有内声部 第三呢 就是减七和弦的运用 那么我们注意到 变化经过和弦 除了骨干和弦之外 辅助性和弦 都是减七和弦 要记住这样一个本质 减七和弦的运用 减七和弦呢 就是四个音 各构成小三度 比方说声F降E跟声F构成小三度 声F跟A又构成小三度 A跟E又构成小三度 那么再绕回来 E跟降E又构成了一个小三度 所以说将十二个音分成四个小三度呢 这个和弦呢 就叫做减七和弦 减七和弦呢 它有着调性模糊 和声紧张的这样一种特色 在流行音乐和声里面呢 如果运用得到呢 会增添不少特色 这是我们讲的 简单的经过性和弦 经过性和弦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向大家 介绍简单的零音和弦 零音和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